北京时间10月20日19点,2008-19系甲园赛第九轮,皇甲马德里主场迎战莱伯特,上半场莫拉莱斯为莱伯特首开记录,随后到拉内送点。 罗杰尔主反应重扩到比分,埃森西奥破门但月位在先被VAR吹掉,马里亚诺投球中没有,下半场奥耶尔旅线神扑,本则马助攻马赛洛奔回一城,随后本则马远射中注,最后揭霸马里亚诺破门再次被吹拔月位在先,最终皇马主场一比二不抵来弯撤,进五场仍难求一胜,无非罗的银河战地要沉, 少赛季双包两回合军战屏,皇马此前九次连赛对阵莱伯特取得全胜,莱伯特唯一一次克胜皇马还是2007年,双方连赛历史交锋24场,皇马十九胜三平二副占据上风,其中主场是胜一平一副,马里亚诺,埃森西奥,鲁卡斯,伊斯科和马赛洛伦换出场。 本周马赫贝尔被安排的替补席,第六分钟,莱伯特取得领先,波斯蒂格后场固定长船,直接找到前插的莫莱莱斯,后者晃过出击的库尔图尔推射空门得手,皇马零比一莱伯特,第十二分钟,皇马在遭打击,罗吉尔禁区附近横向那些时打在瓦拉那手臂上, 助财经视频处理裁判提示后改判点球,第四十三分钟,马地直传,越位的托尼奥左路突进横传,罗吉奈小禁止边缘挑射破门被判无效。 办场结束前,卡赛密罗角球混战,中投球功能再次偏出,比赛七十二分钟,替补,出场的本泽马助攻马赛洛破门,皇马也打破了此前刚刚创造的队史球荒信记录,打破四百八十分钟球黄,第八十分钟,巴斯克斯右侧下底传中,后点本泽马回座,马赛洛赢球路射打飞了,第八十七分钟, 马里亚洛进区内乱战中又久抽射,角度太正被门将没收,C罗加盟尤文图斯后球队已经本赛季已经取得十连胜,但罗主场迎战热内亚队,尤文有望取得十一连胜,尤文本赛季C罗加盟后,霸气更加十足,在一甲已经没有对手,见谁面谁,八人换机本上就是时间问题,而C罗离开之后,皇马进五场仍然球银, 一圣,一个球员的重要性,当他离开之后就知道了,皇马四杠三杠三,二十五库尔兔瓦,十九奥德里奥索拉,四十六,十一贝尔,五,阿拉内,四,拉莫斯,十二马赛洛,十摩德里奇,十四卡萨尼罗,二十二伊斯科六十,九,邓紫马,十七 卢卡斯,七,玛里亚诺,二十八三西奥,六十,二十四塞瓦六斯莱万特三杆五杆二,十三奥耶尔,十八卡巴克,十五波斯蒂哥七十五,六,罗德里格斯,四,罗贝尔,二十三杉森,十六罗奇纳六十七,五都库尔,十八尔迪,二十四塔帕尼亚, 三,托尼亚,十一莫拉莱斯,九,马蒂七十九,二十一伯阿腾